刚才没顾上与你说 辞药服了之后呢 会将你的经脉锁闭 内力自然散进 多久 不与你说了吗 两日之后自动痊愈 我真的是想劈了你 唐啸再来你一人对付 唐啸他欺言再生 总得忌惮王法吧 昨夜他若得手的话 定当瞒天过还毁时灭迹 可如今他阴谋败露 定不会自嘲麻烦 你无所不知 那唐啸所言背后高人是谁 来 坐 好 那我先问问你 昨日跟踪我跟莫不凡的 是你吧 而你左肩那处伤痕 是被康乔用狮子所杀 对吗 你哄我喝药 是怕我对你出手 我那是治你的伤 杨楠 你老实回答我 为什么 你 你说话模棱两可 行事不着边际 我心中没底 想弄个明白 来 尽此而已 我极力拉拢莫不凡 就是希望与他一起联手 对付齐天峰 可在关键时刻 你却伤了他的人 他若就此起 那我的胜算便会少了三分 你早该与我说清 我对你说的还不够多吗 可是你让我做的事情太过分 我不明白 你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此时你千万得藏好 最好藏得他自行腐朽 绝无可能再见天日 昨日若我被杀 那秘密随之消失 岂不更安全 我又怎会不救你 我此次连番不去 眼看好戏马上就要上演 你 别再给我节外生枝 听见没 你到底要看什么账本 问那么多 到了便知 着 这个问题 你 results 金大侠 贾大哥 走 快快 快请 夫人 金大侠到了 金大侠 前天送来的点心 孩子们可喜欢 喜欢得很 金大侠您有心了 我瞧这 都不够吃 晚上又照着样子做了一些 那小兄弟送了点心之后 就静止地走了 他本来啊 想要点辛苦费 后来瞧着我们 也都是为了孩子 便作罢 静止就走了 这有你托付的孩子啊 姑娘有所不知 金大侠呀 已经资助我们 季善堂两年有余了 是我们季善堂 最大的善客 是是是 小崽子们这会儿 没睡吧 这会儿没睡 去去去 把孩子们救出来 好好好 二位少走 来 金大侠 您有所不知 这帮孩子们呀 逃得狠 他一个人怕是不行 我去看看 你们先坐 有劳了 嗯 嗯 听情